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叫罗伯特凡德休斯特 对于上海的摄影爱好者来说 这位摄影师并不陌生 在成为摄影师之前 他逃离过军营 做过洗碗工和油酱 在法国南部摘过葡萄 在可口可的工厂打工 为的都是可以游历世界 自由摄影 罗伯特曾驱车游历世界 去因一场火灾 他用一年半所拍摄的照片 全部画为无有 那年我31岁 突然间我洞穿一切 1990年4月 英国法国版的拍摄工作 罗伯特首次来到亚洲 第一站到达上海后 便与摩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黄浦江对面的陆家嘴 没有东方明珠 没有环球金融中心 没有金帽大厦 也没有香格里拉 有的是人民广场的白鸽 何就是那有声的笼堂 那时上海的天是湛蓝的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没事的时候 总喜欢来人民广场 晒晒太阳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甚至电视也很少 凤凰是最拉风的自行车 路上还能看到各种巨型海报 那时候的上海 路上总会有时髦的女郎 或者戴着蛤蟆镜的帅气少年 吸引人们的目光 年纪尚清的罗伯特 虽然早已环游世界拍照 可唯独中国让他留了下来 仅仅在上海待了一天后 他就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与这里的人们 并在之后定居于此 上海是一个能靠步行去感受的城市 道路旁的绿树在春夏季郁郁葱葱 老派上海人穿着睡衣 与邻居们坐在树下喝茶闲聊 他从不摆拍 只是随意抓拍经过的路人 记录下那些不为人知的记忆 走在大街上最让我失惊的是 尽管我在不断地拍人拍景 但没人注意过 我直到一天晚上 我未拍摄了正在唱卡拉OK的一家人 没想到他们特别兴奋 第二天接我到了家里 做了一桌大餐招待我 罗伯特说道 与西方崇尚独立和英雄主义不同 家这个字在中国人心中 是个特殊的含义 定居上海后 罗伯特也渐渐了解到家的文化 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 深深种植在中国人心中 于是从2004年开始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 花费六年的时间 走访中国二十多个省份 拍摄两千五百多个家庭 多数是底层家庭 将他们的生活用镜头记录下来 刚开始拍摄时 罗伯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不会中文 不能和拍摄者进行沟通 更不用说进到别人家里拍摄了 但是 很快罗伯特就发现 当他身处中国家庭底时 语言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用眼神 用情感 用感受来交流 他们比我想的开放多了 他们请 我左下 让我跟他们一起演唱 他们的真情和热情 让我深受感动 罗伯特拍摄的 都是中国底层家庭 他会仔细观察人的表情 屋内的痕迹 装饰 他说这些都是撤护人家对生活的衡量 对美的理解和他们生存状态的反应 屋子里的镜物 仿佛以复复古典油画 拍摄时 他既不打光 也不用后期软件 但他的画面却都精美无比 人物脸上的神态 坚定自若 罗伯特坦言 家 是中国人心中唯一的城堡 2010年 罗伯特终于完成了的拍摄 并出版成影集中国人家 此书一经发售 轰动世界 罗伯特还在影集的飞页上写了一行小字 献给中国人民 N新闻文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作者所有 仅供大家学习交流 不做其他任何的商业用途 因无法知晓作者信息 而无意侵犯某个媒体或个人的知识产权 请来信或来电告知 本宫 众微信编辑将立即删除推文 一个可售卖的高品质摄影社区探图网订阅号 Tantopics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